关键时刻,中国主动出击,在国际场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中成,欢迎关注本期中成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主动出击,要挫败美英澳三国的阴谋 近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我国代表主动出击 表示,单边强制措施严重违反国际法,而美西方国家动辄依据国内法 采取单边强制措施滥尸长臂管辖,根本就是在借民主、人权之名,行侵犯人权之事 为此,我国代表认为,人权理事会应该对滥尸单边强制措施的国家进行问责 一直以来,美国西方一些国家热衷于采取单边强制措施 肆意扩大单边强制措施,大搞制裁活动 从而打压当事国合法政府,甚至将单边强制措施视为武器 也就是用来颠覆他国政权的政治武器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经常以莫须有的理由对别国大搞制裁活动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不仅对俄罗斯发起前所未有的制裁 甚至还对那些不愿意登上他们的反俄战车的国家发出制裁威胁 比如美国就多次污蔑中国对俄罗斯提供了军事援助 时常放狠话,要对我们采取措施 也伪实是美国方面真的一点证据都没有 但凡要是被他们掌握了一点证据 那么他们的制裁大棒恐怕早就打到我们身上了 我们在这里说来说去也就是想说一点 那就是对于美西方国家的无理打压 我们再也不该忍气吞声 不要任由他们肆意妄为了 我国代表这次在国际场合主动把矛头指向这些西方国家 指出人权理事会应该对他们进行问责 要给霸权有利的一击 与此同时,在再往前的两天 我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也在国际场合主动把矛头指向了西方 据悉,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哥罗西 首次就英美澳核潜艇合作问题 向理事会提出了书面报告 竟公然为美英澳三国的核扩散行径背书 原来美英两个国家要和澳大利亚 合作核潜艇研发项目 转让核材料 想不通过国际监督偷偷摸摸干这个事情 然而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 俄罗西竟然和美英澳三国勾结在一起 妄图帮助他们掩盖事实 要蒙混过关 绝口不提国际社会对三国核潜艇合作 存在的核扩散风险的重大关切 也无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关于三国合作违反核不扩散武器条约的立场 对此我国代表在会议的关键时刻 剑指西方 呼吁总干事俄罗西 不要南辕北辙 替西方遮掩壳扩散威胁事实 我国代表这一举动 实则是向西方主动出击 挫败美英澳三国的阴谋 毕竟一旦让这三国得逞 表明美英等西方国家 已然把联合国相关机构 用作了大国博弈的棋子 这对于和平安全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 将是极大的威胁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